能在这个行当中出人头地的 却是寥寥无几 进入这个江湖 就不能仅仅依靠拳脚 施炎能苦行十三年 总算闯出一点名堂 我叫施炎能 我是少林斯第32代武僧 现在是一名功夫演员 自从2003年 在周星驰电影《功夫》中 扮演苦力强一角后 他获得了观众认可 从影十三年中 他参与拍摄了大大小小 三十多部影视剧 扮演了多位功夫人角色 今天施炎能已成为 继李小龙 李连杰 成龙 甄子丹等人之后的 第四代功夫明星 十年来我浮出了很多的汗水 甚至是血泪 甚至是一些人性的各方面的历练 考验 转变 棱角的磨损等等等一切 走到今天 想一想确实是很不容易 但是理性又一直充满着这股火 真的希望不要辜负自己在少林斯的所学 今天施炎能接拍新戏超级保镖 他要将原职原位的少林武学融入其中 打造一部真功夫电影 随着这种电影时代的发展 高科技的发达 真功夫的电影越来越少 真功夫电影难道就真的这样没落了吗 谢谢你 OK 谢谢大家 有没有人心意 有 有 有没有心意 有 我在没有拍戏的时候 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每天都保持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这种训练 体能训练和武学训练 当然在拍每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都会提前拿出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针对这部电影的角色进行强化训练 在施炎能演中 真功夫电影就是李小龙式的 但这么多年以来 真功夫电影明显缺失 这次 施炎能要求他的班底全部真刀真枪 不用任何特技和替身 他要做的就是 让真功夫电影重回李小龙所开创的黄金时代 我认为《超级保镖》是一个绝对真功夫的电影 除了演员之外 我还参与了这个动作导演的拍摄 有接近一半的动作都是我拍 就是希望达到一个真功夫电影的这种类型 这种风格 对对对对 大川 过来 过来来 你要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走那个腰马 腰马合衣 精气神的那些东西要走出来 不要老是习惯的走那个舞行的那些流水式的动作是不好看的 不要老是震 你一定要有这种腰马合衣 你练过传统拳没有少年拳没有 这不都是罗汉拳的动作吗 罗汉拳的动作你练过吗 对吧 你不要老是 不要老是震 长年累月的这个拍动的戏 身上伤过虚 因为为了追求一些真功夫的效果 很多年下来之后积累了很多伤 非常的痛苦 始终都是觉得作为一个少年弟子 革命还没胜利 还得加以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 我从影十年有余 至今我是没有用过一次提升的 无论我任何一部作品 多难的动作 到现在我没有用过一次提升 OK 过 好 太后 了这样 等等 我没有用过一次提升' 对吧 我一定会有个名字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